高考,我更注重的是通过高考能够引导孩子们去做下一步的人生规划 高考是考你的规划,高考是考你下一步的继续努力 我是27年前通过自学考试考上北大法律系的北大保安张俊成 我199年8月25号开始从教,然后直至今天 2015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几个合伙人一起创办了现在的长治市科技政策职学校 那梦前我大任校长,去年我们的高考生意非常好 30多个孩子才要高考,走了11个二本 其中我们全三习生的法律者的第一名,第三名,第五名,全在我们学校 从2002年开始,我就开始送我们的学生通过对口升学考试进考场 一直送到今年,就没有停过 只要是我带过的学生,我是一定要亲自去送他们进考场 他们进考场,我在考场外等他们 我觉得这样我心里才踏实 北大当时西门有一个特点 很多人都知道北大西门有一个小保安 经常在那学习 我觉得啊,北大那所有的老师也好,学生也好 都是有爱心的,都是有责任感的 他们都愿意无私地去帮助一个需要成长,需要进步的人 所以这是我感受特别深刻的 从教二十多年来,我觉得也是我把北大老师,恩师们,学生们传授给我的东西 来传授给我的学生 把用爱和责任来托起我们科技的每个学生的名田 只有两个学生,他们特别调皮 因为他在初中没有养成良化的学习习惯 学习成绩很差 就来到我们这个法律学校去学法律专业了 这孩子一个礼拜五天课,他能上四天瓦巴 最后逼到我在长治那个范围内 所有瓦巴都跑边,把他们给我带回去了 带回去了,把他们叫了叫过来 这俩孩子,老师,张老师,我们决定留下 不跟店妈回去 我们再也不去瓦巴 写保证 写完保证书之后,我就太晚了 把加拿松去,我带他们去外边吃了个小面条 他们一边吃一边哭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在忏悔吗 还是在感动啊 我觉得这里边他们都有这样的因素 所以说,这两个孩子就是 通过那一次的事件 坚持上完三年学 其中一个是考上了大学 另外一个是去到了兵的 初中毕业后,我的行为是比较懒散的 但是我在北大保安队 那是军事化管理 他把我的行为校正了 我就觉得军事化管理一定可以把这些孩子们 从学习习惯,行为习惯,养成上 一定能把他们教证过来 2015年,这个学校创办之后 我就完全是按照我的这种教学理念 实行全封闭的总军事化管理 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 让他们学会作用 然后再去做事 然后再去做学论 真正的去做孩子们心灵的解码者 我们的学生可以用部件 自己去搞这个机场电路板 自己去搞什么传感器 最后装成一个小汽车 按照我们的指令 让这个车动起来 我们从建校乃至今后 一个整体规划 就是要让更多的孩子选择适合他的专业 在专业上有所突破 找我一记职场 我们来培养能工强将和大国工将 让他们成为技术性专业人才服务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认诺 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